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行的是怎样的一个操作形式 通过这个寄附动效 咱们可以让用户去减少 他的这个自身的一个学习成本 所以说转场动效在咱们AE当中 还是比较重要的 通过咱们之前学过的 像这个剪辑路径了 还有这个移动了 还有这其他的一些这个简单操作 咱们今天就完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整理 同样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了 PS跟AE的一个结合的应用 首先呢 观察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观察一下咱们今天的案例 然后咱们把这案例运行一下 好 把这个时间轴拖到这个第0秒上 然后咱们看一下 在咱们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 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只有什么 只有这个加号在动 只有加号在动 一般情况下咱们动的情况下 动的情况下 这个这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当中的这个透明度 它基本上是没有 透明度是基本上没有的 所以说我把这个透明度给它干掉 把透明度给它干掉 如果说咱们想留着也OK 想留着也OK 只需要加两个关键 真的OK了 现在我把这个透明度给它干掉 然后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效果 OK 我把透明度干掉了 然后旋转旋转旋转 加号变成了一个X号 对不对 加号变成一个X号 然后弹出新的页面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矩形没有被盖住 对不对 没有被盖住 那么好 我就把矩形给盖住 然后把这个图层往上调一下 直接拽着跟咱们PS一样 往上调图层就行 往上调图层就行 然后是不是这样就盖住了 对不对 这样就盖住了 然后这个加号变X号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了 对不对 加号变X号过程也有了 咱们的实际基本上就这样 实际基本上 没有说像底下这个小框块 再有一个透明度的变化 如果说咱们想做 也能做出来 然后咱们看一下PS跟AE的一个结合 首先咱们要想 在PS当中 咱们会画很多很多图层 比如说文字图层图像图层 还有这个Account图层 然后这里面图层太多了 如果说我直接导到AE当中 直接导到AE当中 它是以图层 它是以图层或者组命名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咱们操作起来会非常的麻烦 会非常的麻烦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 我关闭这个项目 关闭这个项目 我就不过头了 然后我把PS 把PS当中的图层 我给它导进来 直接转过来 比如说今天咱们所学的 就是一个学做菜的一个专场 学做菜专场 然后这个东西直接转到AE里边就OK了 直接转到AE里边就OK了 然后选择什么 选择合成 保持图层大小 一定要选择这个 一定要选择这个 然后确定一下 咱们在这个里面会发现什么呢 它多了一个这个合成 多了一个合成 然后打开这个图层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图层 很多很多图层 然后这个东西一旦说什么 一旦说我把它双击打开之后 双击打开之后 然后它就显示了 是不是显示了 显示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学做菜 学做菜 我把这个东西呢 我直接的 我拽到里面 你拽不了了 对不对 然后它是一个合成 然后我需要把里面 这些所有的图层 都拽到咱们的图层里面 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不利于咱们 再进行这个操作 对不对 不利于咱们进行操作啊 好 咱们怎么样去让它 方便咱们操作啊 方便咱们操作 比如说里面 它这个参考线 参考线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PS当中就有 然后他把他把这个参考线 都都直接带过来 对不对 是不是都带过来了 然后在这个AE当中 Ctrl R同样是把这个参考线 掉出来 然后往上是把它扔掉啊 往上是把它扔掉 Ctrl R 这个一定要记住 Ctrl R 好 既然咱们现在不可能说 对这个图层进行操作 也不能 也不能说不可能 应该是可以对它进行操作 但是对它操作起来特别麻烦 因为它的图层特别多 对不对 它图层特别多了 好 咱们首先要做的啊 就是说PS东西导入AI里面 咱们首先要做的是整理图层 是整理图层 好 把这个都干掉了 都干掉了 删除 回到咱们的PS当中 我已经把这个 咱们把这个图打开啊 咱们把这个图打开 学多猜 不要解决就行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需要的是什么 咱们需要的现在只是这个加号 对不对 咱们需要的只是这个加号 所以说我只留下这个加号行了 其他的我全都可以给它合成一个图层 对不对 其他我都可以给它合成一个图层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层啊 看下图层 这里边都打好组了 咱们把这个东西都拿出来 比如说内容 看看内容 有没有对咱们的这个加号影响 好 没有影响 直接在看这一合成就OK了 然后Banner Banner对于我来说 这个东西也没有影响 对不对 然后同样卡住一合成 状态栏呢 我都给它解锁 都解锁 意义什么 意义这个对于我来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同样 我也不对它进行操作 对谁操作 我就留下谁 不对谁操作 我就给它合成 同样卡住一 标签栏肯定不能合成的 状态栏可以合 对不对 状态栏可以合 因为它只是说这个电池这块 这两条这块 然后它同样可以跟Banner再合一层 对不对 它的合成一整体了 同样 英文 英文跟我的这个状态栏 也不得状态栏 叫Banner图 叫Banner图 同样合一层 然后底下这个 跟我的这个Banner图 同样也要合一层 直接合层就OK了 是不是合完了 然后内容 然后内容同样的 同样的合层 好 OK 现在整体页面是不是就合了一层了 只剩下底下这个这个状态 这个这个标签了了吧 对不对 只剩下标签了 我把这个参考线给它去掉 因为咱们在AE当中用不到参考线 清除一下就行了 好 咱们现在需要加号 那么我就需要把加号给拿出来 对不对 我把加号给拿出来 这个东西 这两个是两个矩形 两个矩形 我把它提到这个最上层 最上层 在这个IPS当中 直接的往下挪掉K了 然后给它Ctrl E 喝一下层 是不是它就是一层了 对不对 它就是一层了 所以说其他的我不需要了 对不对 其他不需要了 不要翘点Ctrl E喝层 然后跟我的这个底下这个东西 再Ctrl E喝一下层 把它显示 是不是就一加号了 然后在两个图层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放到AE当中 它会更好一点 咱们更加容易操作 因为我只对这个加号进行操作 对不对 我只对加号进行操作 OK 咱们继续按 然后另存一份 另存一份文件 另存为 另存为 或者叫存储为 存储到桌面 我就存储到桌面了 然后存储 许多桌 确定 好 咱们已经存完了 存完了一个文件了 存完了一个文件了 那么现在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AE当中了 对不对 放到AE当中 拿回来 放到AE当中 还是合成 保持图像大小 确定 然后 许多桌 直接拽过来 是不是他就新建了一个合成了 对不对 新建了一个合成了 那么在这个合成当中 咱们需要对谁做操作 是不是对于这个加号做操作 好 双击进入 双击进入 看看哪个是加号 是不是这个图层二是加号 对吧 形状二 所以说我要给他重命名 重命名改成加号 叫好文 加号 加号 啊 吃啊 双 六 然后像这个标签了 啊 标签了是哪 是不是整体了 然后还有一个背景 对不对 还有一个背景 然后标签了 就咱们的整体呗 整体啊 整体 回撤一下 回撤 整体 整体页面 然后有一个背景 好 OK 那么现在我就要对什么 我要对这个加号进行操作啊 对加号进行操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个加号 它要旋转 旋转的快速间 R啊 R旋转啊 R旋转 咱们动一下这个东西 在这个里面 我选中它啊 我给它放大一点 方便咱们观察 这个加号 是不是我现在已经选中了 然后我直接选中 我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以原心为旋转的 好 咱们旋转一下 看到这个东西 没有在原心上 对不对 它没有在原心上 好 这样就用到了咱们在之前所学过的 怎么把原心移到这个图像的中心点上 用咱们的移动工具Y啊 移动工具Y 你鼠标纸上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提示啊 然后往下拽拽拽 按着哪个键 咱们肯定是按着这个Commount键 或者在PC上用着Ctrl键啊 好 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拿过来了 对不对 它现在就在中心点上啊 就在中心点上 咱们对它再次进行旋转啊 再次进行旋转啊 再次进行旋转 然后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它就围绕着中心去旋转了 对不对 围绕中心旋转了 CtrlZ一下 好 OK 那么现在咱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这个旋转的一个操作了啊 旋转一个操作 OK 我让它在前半秒的时候不动啊 前半秒的时候不动 我需要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对不对 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它需要在瞬间就是咱们点击的时候啊 点击时候我让它旋转一秒啊 旋转一秒 一会咱们再调 因为咱们的实际的过程当中呢 它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反反应的时间啊 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效 一秒钟旋转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然后咱们动一下 看看旋转多少度啊 肯定旋转45度呗 对吧 肯定旋转45度 好 OK 然后咱们预览一下这个效果 预览一下这个效果 咱们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成功啊 然后放大 然后给它放大一点 看看这个效果到底行不行 然后空格一下 是不是这样 它就形成了一个转场一个动效了 对吧 它由这个 由这个这个这个加号变成了一个插号 对不对 加号变成一个插号 好 OK 那么咱们继续后面动作啊 继续后面的动作 咱们在原图当中啊 原图当中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它由一开始的这个加号啊 就是说颜色 它由白色逐渐的去变为了一个橙色啊 由白色变成一个橙色 那么好 OK 我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橙色啊 变成一个橙色 橙色就说明在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呀 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颜色叠加 但是在这个里面 咱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颜色叠加 对不对 并没有看到颜色叠加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给这个图形变成一个橙色 咱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样式啊 打开图层啊 打开图层 看看图层里面到底有没有颜色 里面 比如说图层样式好 图层样式 我突然之间发现了 这里面有有什么 有投影 有内影 有外发光 有内发光 是不是这个东西跟PS是一样的 是跟PS是一样的 所以说什么 所以说AE啊 所以说AE它就是一个有时间轴的一个PS 啊 有时间轴的一个PS 不过现在PS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动效了 对不对 PS可以动动效了 只不过没有这个AE方面而已 好 既然它能够添加这个颜色叠加 那我就好说了呗 我就可以直接的去有颜色的变化了 所以说颜色叠加 我打开 是不是就给它加了一个图层样式 就颜色叠加 在里面加上了 好 OK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在第一秒半的时候 是不是它变成了45度了 对不对 变成了45度 变成45度之后呢 它现在突然之间有了颜色叠加了 对不对 在这之前啊 在这一秒半之前 是不是它都是一个白色 放大时间轴啊 放大时间轴 咱们看一下 在12帧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白色 对不对 同样式 所以说这个东西颜色叠加 重置呗 重置是什么呀 或者说我打开这个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白色 是不是现在它还是白的呢 还是白的呢 在这个位置上 它还是白的 我需要打一个关键针 等到什么呀 等到下一个转场的 就是下一个页面出现 它会逐渐的变成一个橙色 那么好 我让它也是在一秒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两秒半的时候 我让它变成一个橙色 变成一个橙色 吸一下颜色就OK了 OK 是不是现在就吸上颜色了 从白色旋转到橙色的一个转变 到橙色转变 一会咱们再调这个整体的一个节奏 一会咱们调节奏 OK 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动效 就是这个插号动效 已经是差不多结束了 对不对 然后变成 OK 然后咱们就需要下一个页面进入了 下一个页面进入 咱们同样的 也要拿出一个新的页面来 比如说咱们打开咱们这个文件 打开文件 看看这里面 同样是不是这东西 也需要这个图层的一个整理 也需要图层的一个整理 现在这个是整理好的 这个是整理好的 然后咱们不拿整理好的 不拿整理好的做 咱们再回头 把这个没有整理的这个PSD拿过来 加号 不要解决 然后在这个里面 状态栏是不是同样还有呢 状态栏还有呢 然后咱们在之前 是不是把状态栏给合了 把状态栏给合了 所以说这个状态栏 咱们就不要了 状态栏不要了 然后它直接上去就OK了 直接上去就OK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 咱们看一下组一组二什么 组二好 Ctrl E就OK了呗 组二 这是一个图标 对不对 组二一个图标 然后举行 这个举行应该跟它去合一下层 然后Ctrl E一下 好 OK 是不是现在合层了 OK了 它是一个图标 然后组一 同样也是一个图标 Ctrl E合层 OK 是不是咱们这个同样也要跟椭圆 进行合层对不对 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向上的移动啊 向上的移动 好OK 咱们把这个东西把椭圆 还有这个 矩形2 Ctrl E合一下层 它不能叫这个 矩形2了 它应该叫菜谱吧 叫发菜谱 发菜谱 好 组一 组一咱们合层之后 它也是一个图像图像应该跟发贴这个椭圆合层啊 好 OK 叫合层 那不叫叫叫叫发贴啊 叫发贴 OK 里边有背景层啊 有背景层 有这个图层 是不是咱们只需要留图层一角 可以了 我这个背景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东西咱们在原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它是一个显示与隐藏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不透明度的一个变化 对吧 不透明度的一个变化 好 OK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图像去放到我的原来的这个AE当中了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说这有一个X号 对不对 这有一个X号啊 我清除参考线 这个 清除 清除一下啊 那怎么又新建呢 清除一下 OK 这个X号 这个X号是不是咱们现在不需要 所以说我给它砍这T 我给它干掉就OK了呗 我现在稍微挪一点 好 这东西我不需要了 对不对 这东西我不需要了 然后给它再另存一份啊 另存一份存储为 还是加号存储到这个桌面上啊 送到桌面上 存储 确定 然后现在呢 我需要把我存储的这个东西啊 我存储的这个东西 我桌面上这个加号这个文件我放到AE当中啊 需要放到AE当中 然后把它放过来就OK了 同样也是保持图层大小确定 在这个加号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图层了 对不对 有很多图层了 好 那么现在我需要把这几个图层我给它拽到底下来 然后给它拽到底下来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页面了 对不对 形成一个整体的页面了 咱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我放到最上面呢 是不是正好就盖住了 正好就盖住了 对不对 正好就盖住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发贴 这是发贴加号PSD 然后咱们看一下哪个是我想要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 发贴 然后还有图层 还有这其他的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拿过来图层 如果说现在是不是它没有在这个原始的位置上 对吧 没有在原始的位置上 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呢 看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啊 好 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好 OK 然后是不是现在它就过来了 是不是现在它就过来了 然后是不是它现在形成了咱们AE当中的一个组啊 AE当中的一个组 对不对 然后咱们移动一下 是不是AE当中的一个组了 对吧 AE当中的一个组啊 好 给它撤销一下 然后把这个东西打开 是不是它就可以有移动了 对吧 就可以有移动了 好 我给它打开 还有双击进入 双击进入是不是这样 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页面了 新的页面啊 这个页面里面只对我的加号啊 只对我加号的一个页面进行操作 你看 是不是这里面就有涂层了 然后背景是黑的 对不对 背景黑的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到最后的时候 咱们会逐一的去调整啊 逐一去调整 OK 咱们继续咱们的案例啊 继续咱们的案例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要移动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要移动的 咱们回到上一个这个动作里面 回到上一个动作里面 我打开这个U啊 U U什么呀 U就是这个展开它里边的属性啊 时间轴属性 咱们定一下这个两秒半啊 两秒半 在两秒半的位置上 是不是它已经变 这个加号已经变成了一个橙色了 所以说从白色的位置上啊 从白色的位置上 这个页面 它就开始动了啊 这个页面就开始动了 然后进入咱们的加号页面啊 加号页面 两秒半的位置上 一开始啊 一开始的时候 咱们这个东西 只有文字的去 只有文字 不动啊 文字不动 所以说我先把不特别度啊 先把不特别度给它改成零 改成零是不是就看不见了 改成零就看不见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我把这几个图层全都给它选中 然后不选中这个东西 不选这个东西 我给它往下拽一点 是不是这样 我就看不见了 回到咱们原来图层啊 回到咱们学多菜这个图层 是不是现在我就 把这个东西就给隐藏掉了 对吧 就给隐藏掉了 那第二里面是不是也隐藏掉了 然后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整个页面的下方 在整个页面的下方啊 OK 咱们继续啊 咱们继续 其实呢 咱们可以干什么 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 这这这 这个图标啊 这两个图标啊 其实不用这么靠靠下啊 不用这么靠下 但只要看不见就OK了呗 只要看不见就OK了 好 OK 咱们现在要给这个东西做动效啊 做动效了 然后这个图层 咱们点击加号啊 点击加号 它旋转通插号的同时 它在往上升啊 在往上升 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关键帧 叫P 位置移动啊 叫位置移动 所以说先打下关键帧 它原来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让它跳转的快点 它跳转的快点 咱们原来做的东西要太慢了 做的东西太慢了 然后在半秒的位置上啊 在半秒的位置上 我就让它挪上去了啊 我就让它移上去了 然后就是Y轴的移动 XY轴的移动啊 Y轴移动 咱把它挪上去 直接的拖拽也行啊 直接拖拽也行 只要盖住这个黑色底 就OK了 只要盖住黑色底就OK了 OK 现在已经盖住了 好 咱们在半秒的时间内 它就上去了啊 就上去了 看一下 是不是上去了 它就上去了啊 OK 半秒的时间上去了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它上去的之后 这个图标也需要动了 这个图标也需要动了 咱们看一下它位置啊 图标的位置 我改成100% 因为我要做一下参考啊 要做一下参考 然后把这两个啊 把这两个全都选中 打开关键帧P啊 抬关键帧P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它已经上升上去了 它上升上去之后 然后这个图标才开始动 所以说我直接打上两关键帧 你选中两个图层打关键帧 它就是相当于打两个关键帧 两个图层的关键帧 同样 它需要的时间 我也给它设置上半秒啊 也设置上半秒 然后往上动 好 基本上在文字的上方就OK了 好OK 这个位置上 图标还有点靠上 再给它往下点 OK 这位置上 现在已经打上关键帧了 然后这个页面先出来 出来之后 这个东西再出来 对不对 再出来 然后同样 文字 文字在它上来之前 就是它定的这个位置之前 它都是一个 这个不特么度为零的状态 同样我需要给它改成不同温度为零 然后打一关键帧 然后再往后 让它同样在半秒的时间内 改成100%啊 100% 确定 然后回到咱们这个学做菜的这个合成上啊 回到学做菜的合成上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效果啊 看具体的效果 可能这个这个东西会稍微的慢了一点点 稍微慢一点点 为了方便咱们观察 所以做的慢了一点 然后咱们看一下 点击 就是说我点击这个加号变成X号 然后这个整体页面会有一个转场的一个动效啊 然后按下空格 咱们看一下 好 转场转 然后上去 它变成了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橙色 对不对 变成一个橙色 但是现在呢 现在这个橙色它并没有显示出来 而且呢 它在后边这个图层上 它这个橙色这个加号还在里面 还在里面 所以说咱们需要再进入下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个图层稍微等下挪一点 看看是那个图层 图层看看啊 这个位置上 然后应该是图层1吧 图层1啊 图层1 然后咱们把这个东西 就把这个位置稍微的给大家挪一点 挪一点 是不是就看不见这个这个这个加号了 底下那个多了多一点的加号就看不见了 就看不见了 好 OK 既然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么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那个变成橙色加号被盖住了 盖住了 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个图层的位置关系 好 现在要把图层位置关系的挪上来 挪到这个加号的上面啊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转转转变成橙色 好 出现 是不是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动向 好 今天的动向基本上就到这 然后剩下的就是调节这个时间了啊 就调节时间了 然后我可以全选之后 按一下U 在U的位置上 咱们就可以干什么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就展开这里边的所有属性了啊 就可以展开里边所有属性了 然后在这个东西太慢了 我给它变快一点 然后让它再都是半秒啊 都是半秒 因为这个就是瞬间的过程啊 瞬间的过程 然后这个东西同样也给它调成半把 直接选中它去移动就OK了 然后同样的我进入加号里面 进入加号里面 然后这个东西 它肯定是在第一秒半上啊 第一秒半上 然后咱们回到这里面 我选中在里面所有的位置啊 所有的位置 这边能不能狂选呢 是不是也可以狂选 对不对 也可以狂选啊 然后咱们就给它狂选一下 好 狂选一下 所有的这些隔离的位置 让它挪到一秒半的位置上啊 一秒半的位置上 好OK 现在它基本上就一个三秒 不到三秒的一个动效啊 不到三秒一个动效 然后咱们回来 看一下它的节奏是不是变快了 因为时间越短 是不是节奏越快 对吧 时间转的节奏越快 然后咱们看一下底下 加号变 转变红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